众所周知,北京的建都史有整整八百年了,而在这片土地下的古墓更是数不胜数。 在2006年的时候,就发生了一件十分怪异的事情,那就是一个清朝的四品官员,竟然穿着一件一品武将官服和一件龙袍。 以史为尽,可以知心替,以人为尽,可以明得诗,欢迎订阅《真正历史》。 2006年5月的一天,在北京石井山区的一个建筑工地上,施工人员正开着挖掘机工作,结果一铲子下去,土里竟然冒出了一口棺材,施工人员赶紧上报给了当地的文物局。 文讯赶来的考古人员上前掀开了棺材盖,里面赫然躺着一具干湿,而且,这具干湿的皮肤还很有弹性,五官也都清晰可变。 通过观察可以看出,干湿是个男的,身高在一米七左右,不过让人可惜的是,墓室里除了棺材和干湿,什么陪葬品也没有。 好在棺材和干湿保存得很完整,最重要的是,棺材头上还写着一行字。 皇清告授钟县大夫,处无皇宫之灵,就考古人员看到这行字后,心里便有了几分把握,因为这样的字,他们都很熟悉。 皇清告授四个字,说明死者是个清朝的官员,钟县大夫是他的官职,按照历史记载,这是个四品文官。 处无皇宫就是说,这个棺材里的人名叫皇处无,有了这行字。 考古人员弄清楚了死者的身份,只是让人想不通的是,在第一天开棺的时候,棺材密封德特别严实,三四个人用力都没有撬开,最后还是用挖掘机的铲子,才把棺材打开。 这也就说明,墓主人的身份绝对非同一般,可是翻遍了史书,也找不到这个叫皇处无的人,因为墓中没有什么其他有价值的陪葬品。 所以,考古人员将目光锁定在了,干尸身上所穿的那些衣服了,这不研究不知道,一研究吓一跳,到最后,不止问题没有解决,一连串的怪事和谜团也随之接踵而至。 从棺材上的字来看,墓主人生前应该是个四品文官,可是考古人员扒下他身上第一层衣服的时候,心中却充满了不解与疑惑。 里面赫然是件武将的官服,虽然清朝的官服都是一个样式,但不同种类,不同级别的官员服饰还是有区别的,其中最大区别就是官服胸前的图案,用行话来说。 这个图案叫做补子,职位不同,胸前这块补子所绣的图案也有很大差别,文官的补子上绣的是飞禽,武官的补子上绣的是走兽,极品的官服上绣哪种飞禽走兽,那是一点也不能马虎。 如果墓主人是个四品文官,那他的补子上应该绣的是鸳鸯,而不是麒麟,补子上绣麒麟的只能是一瓶五官,这不止官职不一样,就连官位也相差太多,还没等考古人员找到答案,接下来的一件事,便让所有考古人员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震惊之中,五官服饰的里面竟然是一件龙桃。 龙桃可不是什么普通服饰,那绝对是中国独一无二的限量版,只供皇帝一个人,那这个干尸身上怎么会穿了一件龙桃,这种情况还是历史上头一遭,由于整个事件太过稀奇古怪,整个考古界都都为之轰动,一个四品文官穿着一瓶五官的官服就算了,他竟然还在里面穿了一件龙桃, 这歌古代可是要诸九族的大罪,为了解开背后的谜题,越来越多的考古专家加入到了,对石井山干尸的研究当中,可这一研究,考古人员又发现了一个难解的谜题, 这干尸的头发不是清朝的发型,专家们将对这句干尸展开更加深入的研究,包括DNA检测、年龄、死因等方面的分析,他们希望通过这些研究找出更多的线索,解开这个历史谜题。 同时,专家们也表示,此次发现将会对清朝时期的历史研究产生重要影响,并且可能会重新审视韦小宝在历史中的地位,不仅仅是专家们,广大读者和武侠迷们也对这一消息充满了期待, 他们热切希望通过这次发现,了解更多有关为小宝的真相,看看这个武侠世界中的传奇人物是否真的存在过。 除了身上的衣物充满疑点外,这个下葬的人长得还很奇怪,当工作人员脱下他的鞋袜子时,发现他的左脚竟然长了六个脚趾头。 当然,这种生理特征其实对于人来说并不奇怪,可能是遗传了父母的一种基因。 当干尸的消息传出后,马上震惊了当时的考古界,真相背后,隐藏的疑点实在太多了。 从四品文官,到一品五官,再到全高位重的皇帝,他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? 一时间,越来越多的考古专家加入了研究的行列中,可这一研究,一个新的,令人震惊的疑点又出现了。 当考古人员将他的尸首翻过来时,发现他留的根本就不是清代的发型,我们能看到,此人抒起了一个发际,这样的发饰明显就是来自明朝,并非清朝的辫子发饰。 翻开历史的篇章就能发现,清朝世纪元朝后,第二个由少数民族统立的王朝,清军入关后,为了加强统治,曾颁布过一个剃头令,要求全民剃光脑门,在后脑勺部位留一条大辫子。 如果谁敢违抗这个命令,就会砍下他的脑袋,而剃发流变,就成为了清代的统一发饰。 但眼前的这个四品文官,明显就是将发际输在脑后,根本不符合清代的发饰。 煞时间,关注这件事的人越来越多,群众们纷纷对他的真实身份发表了看法。 有人说,他根本就不是清代人,还有人说,他就是为小宝的原型人物,对此,群众们做出了种种的推理,能够黄袍加身,还能越级着装潮服,公然留着明朝发迹,种种特征都和为小宝这个人物相贴合。 为小宝不仅是康熙身边的大红人,还是反清复明的头目,另外,他被皇帝受封过的官职,大大小小加起来就有几十个,从一品到四品,一个不辣。 当然,为小宝这个人物是小说杜传出来的,也充满了很多艺术色彩,并不值得拿到历史之中参考。 那么,这句疑点重重的干尸,还有可能是什么身份呢? 在对尸体进行研究的过程中,专家告诉了我们一个重要的线索,这句干尸从正面看,并不具备男性独有的身体特征。 无论这句干尸是否与为小宝有关,这次考古发现都将为我们带来宝贵的历史信息,它让我们有机会深入了解清朝时期的社会、文化和人物形象。 同时,他也提醒着我们要珍惜历史文化遗产,将其传承下去,以便后人能够更好地了解和感受历史。 小说里,并没有说为小宝获得过龙袍赏赐,但是,他曾经被赏穿过皇帝的黄马褂,有人还曾评价说为小宝是康熙唯一的真朋友,康熙也的确很重视这段友情,而且可以说是到了无原则的地步。 比如,为小宝曾向康熙坦白,自己贪污了上百万两白银,康熙也没有追究。 当然,最能体现这一点的,还应该是最后的结局,康熙明明知道为小宝是天地会的乡主。 对天地会,康熙可谓是毫不留情,最后甚至动用上了大炮,要赶尽杀绝。 然而,康熙最终还是没有杀为小宝。 康熙的解释是,为小宝没有做对他有害的事,听起来有道理,实际上并不成立。 各位想啊,为小宝是陈静男的弟子,帮助师父做了不少事情,虽然没有直接伤害过康熙,但间接上肯定有害吧,所以怎么能说对康熙无害呢? 唯一合理的解释是,康熙对为小宝敌却是无原则的喜欢,所以,在这样的感情支配之下,康熙有没有可能赏赐了一件龙袍给为小宝呢? 而且,小编一查,在寒冬版的陆顶记中,还真有为小宝穿龙袍,假扮皇帝的桥段。 有没有可能,墓主人就是一位皇帝,皇处无道过来,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说被废处的皇帝? 专家还真找到了合适的人选,康熙的父亲,甚至皇帝,如此身穿龙袍也就不奇怪了。 而且,专家对干诗长相进行复原,和顺制画像倒有几分相似,或许真是顺制吧,大家觉得呢? 以史为静,可以知心屁,以人为静,可以明得诗,欢迎订阅《真正历史》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